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是在法拉盛 现在这条街是main street 是法拉盛里面最大的一条街 法拉盛这边住的基本都是华人 昌发 这边的超市特别多 华人超市特别多 也有很多去赌场的大巴 从这发车 马路对过这个是东王朝一个大的补飞店 以前经常在这吃 法拉盛那边住的福建人特别多 所以可以看这还有福建商场 这准备走马路对过看看 信托银行 卖旧货的和老太太 这卖的水果倒是选择特多 飓风葡萄 7块9毛8 5 这边没城管 所以摆摊的特多 A套15 床单10块钱一个 旁边是邮局 马拉盛的邮局 这边是给人做这些医疗保险的 都是免费帮人做 专门给老人家做福利 65岁以上就可以 在美国全美无限打电话 然后20个国家可以打打抢头 地天文化 大家看 这也是去赌场的 往返50块钱 这些是卖中药的 这些是卖中药的 其他刀的什么都有 都不用去看家园了 这也那个什么了吧 都是玻璃的吧 我这不是塑料买 咱俩跟塑料价格差不多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我去吧 好多人 你也往下下跑了 我看过去了 北京酒庄 旺旺饭店 超市旁边有一个 对面一个玻璃屋子就是图书馆 待会进去瞧一瞧 又月顶都开始卖了 过马路去这个图书馆里乔去 叫人们在发书呢 这些都是寺庙还是教会的 发传单的人 王后图书馆 门口的墙上有些中文的书法 这字写得真好 这个地方还有教中文的 去楼上看一下 楼上比较像图书馆了 小孩可以在这免费吃饭 这里是成人免费学英文之类的地方 这个成人学英文的中心就在这里面 这里也有教免费的入籍的课程 干了一圈出来了 前面那个铁路是长岛的铁路 马拉圣戴口罩的人还挺多的 他们这些华二代华三代还会戴口罩 我已经走到这个去长岛火车的 TRACK下面了 Long Island Railroad 桥底下有很多座小买卖的 以前是卖锅贴什么的 现在都给取缔了 因为他们太急了 这个景色就是这边的中年人的鸡 这些都是 更换美国绿卡 更换美国C8卡 A5卡 凡在本中心更换 好多都是在这儿 办证件乱七八糟 更换香港不照 更换中证不照 更换美国绿卡 更换美国C8卡 A5卡 凡在本中心更换证件 一日以为免费照项 我已经到了法拉圣的靠南边了 这边的楼都是政府楼 想住的这边的政府楼的人非常多 因为它方便 这边的政府楼基本上是以华人为主 从这里可以直接穿出去 从这里可以直接穿出去 刚刚结了一个活儿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Thanks for watching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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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